中华男主比賽一切順利 好多厲害 26的國競技球賽 3月19號台北聯金場 跟組組團隊一同 Let's go 小聲鼓勵 大家看到2011年中華男主精彩的表現 我們有期許2016年 總共七位的戰士呢 現在跟總教練站在一起 那當然呢 這個大家也要把握機會好好拍照 我們要先請隊長呂昆琦 昆琦 來跟大家講一下這次 要怎麼樣幫助中華隊 讓我們中華隊在國人面前 下勝利 希望在這次的一個友誼賽當中 有好的一個成績 好再次謝謝七位的球員 展現出這次的球星 是由國內知名的行銷公司 寶漢行銷公司所承辦的 我們非常感謝寶漢行銷公司 以實際的一個行動 來支持台灣足球的一個發展 非常感謝 所有的運動賽事 奇怪他以前怎麼沒有當體育部長 以前當內政部長 好等一下請那個我的前輩 呃余毅部長講話 這個話不多說啦 其實因為剛剛說職業化要靠我 其實體育署在這裡 那就是靠大家共同 共同來努力推動 其實我也為這個辦過公聽會 但是其實台北市要先開始 市長騎完車以後要看幾場球 要不要下來踢球 好 要一日雙場 還是還是一日這個 這個踢兩個門還是怎麼樣 希望媒體能夠支持 特別希望有電視台能夠來轉播 譬如說我們今天這一場 中華對關島 24號 我們最後一場 俄羅斯世界盃 最後一場 我們在越南 到底有沒有 第二台要轉播 其實當然現在網路非常暢通 有很多網路可以看到 但是有更多人希望說 透過電視轉播 直到我們台灣的足球 所以這一點我也拜託 姚文治姚委員 實際委員 能夠透過體育署 這方面來協調 能夠確定 關島這一場有沒有轉播 尤其是24號那一場 越來有沒有轉播 我相信 我代表球迷 來講出一些心聲